这个提法是非常不健康的 因为有这个提法 所以中国威胁论 成为大家讨论的议题 因为有这个提法 整个把伊斯兰世界给妖魔化 现在我们需要什么 虽然很难 我们说怎么对话 我们觉得很难 可是需要对话 因为大家想一想 我们在日常生活 每天起来以后 一直到晚上休息 只要和人见面交谈 多半在对话 我们不在吵架 不在辩论 不在互相的攻击 我们是在对话 甚至跟陌生人 也可能有对话的意愿 人类文明能够发展 人类的文明能够和平共处 基本上是互相交流 互相对话 什么叫做对话的文明 对话的文明 就是以对话为特色的文明 不是辩证法的文明 辩证法是Dialectics 对话的文明是Dialogical 为什么我觉得Dialectics 没有Dialogical 更符合我们现在的需要 和我们现在的理解 也和整个儒家传统更配合 因为Dialectic 如果从黑格尔的角度来说 它是正反合 正反合的话 在它矛盾冲突 你要把正和反都超越以后 达到和 这个中间 不论你怎么样去考虑 是有暴力在里面 是有冲突和争斗在里面 在马克思思想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斗争哲学 那么毛泽东 对发展斗争哲学 这个可以说非常全面 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中国的思想中间 斗争成为必要 所以永远要记住阶级斗争 因为通过斗争 才可以有动力 才可以把很多矛盾凸显出来 才可以有社会的进步 因为大家相信 农民革命 是中国文化进步的重要因素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 到处是矛盾 到处是冲突 到处是抗衡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 要用武力 要用斗争的方式 来解决很多矛盾冲突 可是从长远来看 真正的社会 人类文明的发展 不是从斗争本身 斗争可能变成手段 但不能从斗争的本身 研发出来 所以核成为一个重要的理由 如果我们要进行对话 对话的前提 是儒家的两个基本观念 这个我在对话小组 就是安南所组织的 世界文明对话小组 和很多神学家 科学家进行讨论以后 大家也同意 第一个观念呢 是儒家所谓的树道 树道的表述的方式 非常特别 己所不欲 勿视于人 这个不是己所欲 而视于人 一般的人认为 这两个观念是一样的 我认为不一样 它中间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差别 如果说己所欲 视于人 我认为好的 我认为是价值 我认为是真理 我要希望人家能接受 这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我希望人家 接受的意愿 特别强 人家约不接受 我约觉得 我要把我的真理 我要把我的价值 我要把我最感觉到 重要的一些福音 带到人 这样就会引起 不必要的冲突 所以 己所不欲 勿视于人 是一个消极原则 这个消极原则呢 可以使完全不同信仰 完全不同价值 但各有各的特色 能够和平共存 这个是一个树道 这个树道呢 这个 费孝通先生 他是一位重要的人类学家 但我认为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思想家 他在晚年的时候 讲了四句 很令人振奋的话 也很美的话 他是在日本说的 第一句呢 就是 各美其美 每一个文化 每一个社会 每一个人 都对他自己认为美的 他把它当作美 各美其美 第二句话呢 就比较难一点 就是美人之美 就把人家认为美的 我也认为美 这个就叫做君子 能够成人之美 希望人家的美 这个很难很难 表面上看起来 是一个很好的价值 很难很难 特别 对我们不喜欢的人 对我们认为是异类 对我们认为是 有矛盾冲突的人 他们美的 我们就认为丑 非常难 然后下面第三句话呢 是美美欲共 或者各种不同的美 在同在一个地方 然后天下大同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欲共 天下大同 这个是一个 他晚年 他认为 应该有一个 更宽广的人文精神的出现 而人文精神出现 他代表他的理念 也许不现实 但这个理念 值得我们理解 这个理念的本身 当然突出了 人类文明 进一步发展的 一个曙光 对话 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呢 是最低的要求 然后是最高的体现 最低的要求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达到 我们如果不会对话 如果有人告诉我说 我从来没有对过话 我也不会对话 那大家就质疑 难道他是完全孤立的 个人主义 没有办法和任何人进行 平等互惠的对话 第一个是容忍 没有容忍 不可能有对话 容忍是最低的要求 容忍的本身 不会形成对话 我不杀你 我不对你实行暴力 我容忍你的丑恶 我容忍你对我的不敬 我会跟你对话 没有可能 所以除了容忍以外 应该接受对方的存在 这个就不太容易 比如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长期的矛盾冲突 但是也有进步 就说我接受你的存在 也许我永远没办法消灭你 我接受你的存在 叫recognition 我接受你的存在 你的存在 是我必须要认识 必须要承受 能够接受对方的存在 才可能对对方有所尊敬 有了尊敬 才可能互相参照 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方 应该是核心价值的对方 常常非常好的价值 中间是矛盾 这个中间我们怎么样子去了解它 比如说自由这个价值和平等 是矛盾的 中间有冲突 美国是突出自由 有的时候对平等的观念暂时不太顾忌 有些社会 比如社会主义的社会 长期中国特别注重平等 不换平换不均 均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因为过分重要 过分对平等的价值 突出它的重要性 使得自由创意发展受到了阻碍 所以平等和自由要有对话 更重要的 我认为是启蒙 我刚刚提到最重要的四项传统 启蒙所代表的现在在西方 而且我们也认为重要的普世价值 和在儒家传统 生成的也算是普世价值 但是现在一般人所谓是亚洲价值 我说不应该算是亚洲价值 而是根源于亚洲 根源于中国文化 根源于儒家的普世价值 西方哪一些价值 大家都接受 是重要的普世价值 自由 我刚刚一提到 我发现了 室友 感谢观看